文章聖挂 四字班 第五十堂 那從這一節課開始 我們會上這一本書 十八問答 護詹彥透節 這本書 那這本書它的內容 最主要是從這本書出來的 就是普世正宗 這本書出來的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你可以把我這邊對到 它這個就是從課本 好 這一本齁 是從它的後面第 三百四十七頁那邊齁 從三百四十七頁 一直到這個 四百一十六頁 這裡 總共有十八個問答 一百三十一個例子 好 那我們這一本書齁 就從這裡齁 把它揭露出來的 那 它裡面有的原文 我們都寫上去 那不對的我幫你改掉 那該補充的 我這邊也幫你補充下去 所以內容變得多很多啦 你可以看到這一本書齁 總共有兩百多頁 兩百一十五頁 當然還有包括我自己的例子 還有我學員的例子 那你可以一個一個把它對看看齁 你就知道說我們東西齁多很多 好 那我們從這個 這本書齁 第十頁開始 第一問 第一問 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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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年月日見 叫三傳 那我們以前還有教過 教過一個叫四指 有沒有 指日生的指 四指就是年月日時 那如果三傳的話 就是年月日 三傳克用 有一搖洞來生 有一搖洞來克 一味貪生望克乎 它是 第一問是這樣子 問啦齁 它的意思就是說 三傳 就是年月日 年月日來克用神 然後掛中 有一搖洞來生 一搖洞來克 這樣子 還可以論貪生望克嗎 那有一搖洞來生 生什麼 生用神 有一搖洞來克 是克用神 那它說這樣子 對用神而言 還能夠叫做貪生望克嗎 好 好 那它這個就是 好我們把你 寫下來比較清楚 比如說齁 比如說我的用神是什麼 是 毛木好了 好 那它說年月日見克用神 一般我們年齁 不用管它啦 我們月就好 比如說我是生月生日 我們不要用沖 我們就用克就好了 生月生日 沾等 那掛中 有一搖洞來生 有一搖洞來克 一搖洞來生 比如說我指 指水 指水洞 然後有一搖洞來克 比如說我是 餵土好了 那它說這樣子還能夠叫做貪生望克嗎 喔 貪生望克 就是 你用神而言 喔 有一搖洞來生 一搖洞來克嘛 那它就會這一搖就會 來生這一搖 喔 這一搖會來生這一搖 那它就不會來克這一搖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喔 它是這個意思 喔 那它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還能叫做貪生望克嗎 喔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啦 喔 那你看它打的 它說 喔 答願寡故不可敵眾也 喔 既如一搖生一搖克 又自 又自化克 又自化克 就是自己化回頭克啦 喔 皆不疑也 何況三傳 助克乎 喔 它說 你即使是這樣子 你自己化出生金 回頭克 喔 這樣子都不可以了 何況是 年月日 三個一起來克它 這是第一點 等一下我們再解釋清楚一點 我們再繼續看 那又問 月克日生 日克月生 如何 現在是 這個撇掉不算喔 現在是只有討論這個而已喔 他說 那如果是月克日生 或者日克月生 如何 就比如說我是 生月 子日 或者是 子月 生日 我們現在不討論這邊的喔 也不討論動搖 動搖跟這邊的先不用討論 我們先再來討論這邊 他說 像這種情況 齁 月生 月克日生 或者是月生日克 像這種情況怎麼樣 他說 批野 批野就是 相等的意思 就力量相等 齁 再看動出一搖生 是生 動出一搖克 是克 齁 然後你就看齁 再看其他的動搖 齁 如果其他動搖動出一搖來生他 齁 那他就是論生 那如果又有一搖動來克他 那他就是論克 齁 齁 就這樣子而已喔 就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齁 但是 其實他這個道理齁 齁 用得很廣 齁 好 那我們再來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 齁 月克日克 然後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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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生旺克沒有用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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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齁 因為他月克日克 算什麼 算死絕 那我們講過 如果說你用神死絕 這都生之不起 對不對 齁 齁 齁 那你畫回頭克的話 也是一樣 畫回頭克的話也是死絕 也是克死 沾長久都不好 齁 齁 所以這一定是 齁 身之不起 齁 最簡單講就是這樣子啦 你先不要看這個回頭克這一個 齁 齁 齁 月來克他 日來克他 齁 齁 然後這兩個連生來生他 表面上好像打平對不對 齁 表面上好像打平 但是你如果說齁 齁這個 但到五日的時候會有什麼情況 到五日的時候 就把止水沖掉 對不對 齁 五日的時候把止水沖掉 那止水這樣被沖掉的話 會變成怎麼樣 變成說 聖月來克 聖日來克 這個聖動鳥又來克 因為你這個被沖掉了 所以他就來克嘛 接連來克 齁有沒有 聖夜來克 就變成三個一起克他 然後聖 這個聖被沖掉了 原神被沖掉 這三個都克他就大修了 齁 所以這種應期 一般都應在沖原神這一天 齁 齁 齁 那你這樣也是一樣 齁 你聖月聖日 沒有 然後你化出聖回頭克 也是一樣的一次 也是等到五日的時候沖掉止水 齁 那他就同時被了個克 齁 齁 所以 像這種都是修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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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算是解釋得很清楚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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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是永久有權 月只是當月有權 年則是當年有權 那除了說沾這個流年掛終身掛之外還有一種掛 就是說那件事情可能要延宕很久的 比如說你今年沾他可能今年看不到結果 比如說官司掛 官司掛他可能要延宕很久 那像那一種的話有時候你也得要看 那月的話是當月 當月有力量而已 那日是永久的 這應該都知道了 再來第二點 第二點 這個你要會看齁 我寫那個1 就是對照那個我標1的 比如說山船那邊 我標一個1嘛 你就對照到1那邊 那貪生妄克呼那邊 我標一個2 你就對照到2這邊 第二點 日生月克或者日克月生 其力量在當月是相同的 但須注意不能論為貪生妄克 很多人他把那個月日一個生一個克說這樣解論成貪生妄克 這樣不對喔 貪生妄克是專指掛中動搖而已 有一咬動來生 有一咬動來克才能叫貪生妄克 所以你月生日克或者月克日生 這個不能論貪生妄克喔 或者說比如說你月克然後掛中有一咬動來生 這樣也不能論喔 貪生妄克一定是指動搖而言喔 你不要跟日月搞在一起喔 好 那我們第一問齁 這個文章就解釋到這邊齁 好 那我們來再補充一下這個齁 生克充和 生克充和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這種 現在的那種白話的治療 應該怎麼來推演 一般齁 你生的話齁 你可以猜一下 生就是指說齁 幫助 幫助 或者是保護 或者付出 或者給予 或者攻擊 或者喜歡 或者想念 或者是精神 精神之愛 談戀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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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中是反對、離氣、討厭、相刺、相互遠離 和是互相結合、相聚、互相吸引、同心、同意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我們看這個第十一頁的例子 誠月秉生日,沾地並為 沾地並夜,夜以臨為 夜以就是已經的意思,沾地已經很危險這樣子 你看他斷了,此冠害誰兄弟為用神 誠月克之,生日生之,又得生今 動搖生之,臨為有救 果於本日有時,得明依救火 然後害日痊癒 這一個很簡單 他放在第一個掛例 是很簡單的一個掛例 他的就是說 生多克少就是疾 然後生少克多就是兇 那你看他生多還是克多 你看沾地並 所以以兄弟堯為用神 這我們講過 所以你看兄弟堯在哪裡 在第一個,四堯那邊 四堯那邊還有印堯那邊都有 那四堯都出現 我們以四堯那一個為用神 害水為用神 所以他說此掛害水兄弟為用神 那成月克之,土克水 那生日生之 然後又得第四堯一個生今 動來生 所以是兩個生一個克 所以生多克少 所以一定是好 如果你斷吉凶 你就斷這樣子就知道說是好 再來你再斷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是本日有時得明依救國 然後害日痊愈 你看註解這邊有 你看第一個 此掛兄弟堯三線 一再四堯一再印堯一再變堯 要以此四者為用神 這個我們在 原因在那個第十七問那邊 用神多線 會再詳細解釋 你現在知道就好 所以以第三堯害水兄弟堯為用 第二個 月克日生 又得動搖生之 是兩生一刻 視為吉象 第三個 父母搖 辭日成望向 故之為明依所救 很多人以為說 他這個明依是看哪裡 是看掌搖 事實上不是 是看他忘不忘 有些書上寫通話 因為看掌搖 才知道說他是明依 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不是 因為你沾兄弟堯的 沾兄弟堯的病 你的掌搖一定是在原神 你原神一定是掌搖 所以每次都是掌搖來生你 那你說以掌搖來看他是否明依 這樣不對 是看他望向 他的掌搖望向 你看他掌搖是 神經 神經很旺 對月有沒有 月來生他 對日又旺向 所以這個是明依 好 那第四個 害日兄弟堯 也望向 而且 第四堯 神經 化害水 故之害日 痊癒 好 好 這樣子應該沒有問題的 好 再來 第十二頁 十二頁這個我們講過 這之前我們講過了 那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 你看看他段約的第四行 答約 今年成年太歲相合而是無謊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論到今年太歲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因為他是沾這個地 背誦即雄如何 沾官司 那官司他就是有可能 要 這個很久的時間 所以他必須考慮到年 好 那他這裡沒有說他是哪一年瞻的 不過我們從他文章裡面可以 看出來說他是成年瞻的 那成年瞻的跟他的兄弟 尤金 第五尤那裡 尤金剛好是和 那和的話就是 合住不會有什麼事情 好 所以 他就等到一個 他是等到哪一個年 他是等到五年 他等到五年才出事情 好 那這裡就是解釋說 他為什麼要等到五年 他為什麼不是當年 當年的那個 聖月 他是五年聖月 他為什麼不是 不是在那個當年的那個聖月就出事 為什麼要等到五年 第一個就是因為他被合住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有講過 就是他第三條是五火 動來克的 所以他要等到五年 好 那這裡補充的一點就是說 他為什麼說 金歲成年太歲相和是五火 好 這個並不是說每次掛都這樣看 有時候你被免合住的話 不見得說 就有合的作用 是你這件 這個 這個問的事情 他要經過很久 要超過一年 你才能夠這樣論 好 這一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再來 十三頁這個講過 再來十四頁 四月以未日 一人詹字病 詹字病的話 以什麼為用神 當然是以四養為用神 所以你看他 斷約四養害水為用神 衛土動來克式 衛土是第六養那個衛土動來克式 然後有金動來生士 第五養那個有金又動來生士 四位貪生妄克 有沒有 你如果以四養為用神 好 那 第六養 土生第五養金 第五養金來生 第四養水 就是貪生妄克 化胸為己 好本來是化胸為己 但不疑日成來克 佑伯母月衝 好你看 日成餵土來克 然後又被日來衝 好 這個就是 用神如根嘛 用神如根生之不起嘛 對不對 雖有元神生金花動相生 如素無根生不起也 就好像你素無根啦 素無根你灌水下去 他也沒有辦法吸收啊 好 果足於毛日 應 毛日者 沖去元神之日 你記得這種的 應期 大部分都是 應在 那個沖元神之日 祭神供來克害 因為你元神一沖掉 祭神 他就直接來克用神了 所以他說祭神供來 一起一起來克 克害 用神 好 好 好 那你看第一個 我這樣子 讓你們少抄很多字 原本 這個我之前第一個版本那個 像註解這個都是 要叫你們抄的字 那我就是把那些字 都把它 編在這書上 這樣你們上又更輕鬆了 好 第一個很多學無能掛者 看到貪生妄克 就斷定是吉祥 好 因此常常發生 斷錯掛的情形 好 其中的關鍵 在於用神是否有根 好 所以你看到貪生妄克 第一個 你就先看他的用神是不是有根 好 對日月 用神是不是有根 好 有根才有救 無根的話就沒有救 好 第二個你看他有沒有回頭克 回頭克的話 還是不行 沾遠視 就一定不行 好 第二個 用神無根 什麼叫用神無根 好 就指說 用神受到日月的傷害 如用神被日即月來克 日克月克 同時的喔 日克月克 或者是月破 然後日克 第三個 當用神無根時 其應其通常都是在沖原神之時 因為原神一被沖 就連祭神也一起來克用神 好 那第十五頁 第十五頁這個講過了 好 再來第十六頁 第十六頁這個 這個例子 這本書沒有啦 這是我 這是我自己 從這個 我的討論區那邊 我的學員的例子 還有 有的是我自己的例子 好 那你看第十六頁那邊 最上面 我稍微解釋一下 以下掛例是筆者 VCD寒壽班的學員 推在討論區中的真實掛例 那本門傳授運動掛史 將六親的父母兄弟 官鬼七才子孫 分別 省略為長有關才養 所以 所以如果是我的學員 大部分 他就是寫著長有關才養 好 所以你們看的時候 也要對應過來 這是學員 C9307272這個人沾的 他沾說 上市股票 這個遠深坑之收盤價 這個是2004年的 好 那他是在害月虧仇日沾的 你看他怎麼說 他說第一個 取害水柴窯為用審 因為這個 這整個掛當中 就只有那個第五窯 第五窯這個 害水柴窯 所以當然是以這個為用審 第二個 柴窯指月見望向 他是看月瞻的 原本月見入柴窯 應不怕動窯來剋 但恰巧日見入祭神 有窯動來剋 且這個有窯動畫回頭生 祭神威力 應比用神強 他說這樣子 他說那個 那個第四窯那個醜圖 醜圖他說 他畫回頭生 來剋 來剋 來剋那個第五窯那個 柴窯嘛 然後日程也是 祭神 也是兄弟窯 來剋柴窯嘛 他說 看起來應該是 祭神的力量比較強 所以他斷收會下跌 他說 如此收盤價 應下跌 結果收盤價 上漲0.2 結果是上漲 那請老師 指導學生 解法是 某有物 那你看一下 另外有一個學員 F9206164 這個人回答 他說 第一個祭神不會 校用神強 因為12月1號 是假影日 然後 影目天空 沖山窯之 便窯神經 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因為他這個就是 標準的 他是沾隔日的行情 他不是沾當天的行情 所以變成說 我們之前交的都是這樣子 都是交當天的行情 像我那些例子都是沾今日大盤漲跌 有沒有 我貼在搖路奇摩那個 我都是沾今日大盤的漲跌 有沒有 或是各股 都一樣 那他這個掛 是沾明日 這有什麼差別 他是沾明日 土曜漲跌 這有什麼差別 這當然有啊 你沾今日的話 你就是只要看一個日程 就好了 你沾明日的話 就變成說 你今天的也要看 今天的 他像今天他所沾的 他日期是什麼 是 是醜日 魁醜日 那他沾明天啊 明天就變成假影日啊 那就變成魁醜日跟假影日 都要看啊 那這樣就很麻煩 像他這個 像這個過例就很麻煩 他如果說 以醜日來看 他的害水是貝克 但是如果以影日來看 他就變成兄弟咬 就要授課了啊 這結果都差很多了啊 那你要以 今日 或者以明日 兩個都要看 但是要以明日的為主 明日力量比較大 所以就很麻煩 你今天的也是有力量啊 明天的也是有力量啊 那這樣就很麻煩了 所以我在沾的時候 或者是我在教各位沾的時候 最好就是當日 你沾今天嘛 今天的日程就只有一個嘛 比如說 我等到這個假影日再來沾 所以我日程就一定是假影啊 對不對 我都不用看兩個日程啊 這樣是比較好啊 這個例子最主要就是要跟你講這個東西 好 好 那這位學員他也有發現到了嘛 他說因為12月1號是假影日 引目 填空 衝山咬之便咬 有驚 好 然後這個 第2點 亥瑪為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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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木來克祭神醜土 不過醜土畢竟是化回頭生 而且有日劍來住 所以只是小掌 這個其實 他其實這個不能論山河 這等一下我會解釋 所以你看我解釋的 成龍語回覆這邊 你是沾假影日的大盤 所以要考慮的日程就會有兩個 影日克醜土祭神 所以祭神就不忘了 然後我要回覆 第一個 銀目填空 沖山咬便咬神晶 如此身心就沒有力量去克茅木 第二個 茅木 茅木 被 未堯 未堯 那個什麼 未堯 未堯被茅木克 第三點 未堯被茅木克 不能論暗洞 所以無法論山河 所以這個 只能說茅木 因 因為這個引日而力量變強 他這個不能論山河 他本來是想說 這個 害茅位有沒有 你喔 害月 然後 然後 毛 第三條 那個毛有動 然後 第一 咬那個胃土 又被日來衝動 害毛位 他說這樣要論山河 那這個 這個不能論山河 這個也不用去論山河 那其他這個你自己看啦 其他的講的你就自己看 那個講錯了 第二個那個講錯了 那個要改一下 第二個都講錯了 怪怪的 那個剛才那個第二點 不是未堯被茅木克 是 是茅木 你操一下 茅木被 被生金 回頭克 是茅木被生金回頭克 所以無法論山河 那個不對的 所以 這樣子無法論山河 我們有教過嘛 你那個 唯一搖 被回頭克的 這樣就不能論山河 所以 只能說 茅木 因為 引日而力量變強 好 那這個就是這樣子 你這樣聽懂不懂 因為這個有時候學遠回答 然後有時候我講這樣子 有時候你們看起來比較亂 我再講一次 第二點那個 魏咬被茅木克 不能論山河 那個 那個字打錯了 那個應該是 變成說 茅木 被生金回頭克 第三咬那個 茅木被生金回頭克 回頭克之咬 就不能夠去跟他論山河 那 害茅魏 你就這樣就不能論山河 所以只能說 茅木因為引日而力量變強 但是事實上你也不需要說去論什麼 茅木被 茅木因引日而力量變強 那個也不用這樣子去論 我那個有的是 要回顧那個學遠的 那個問題的 那你這次掛的重點就是說 因為你是沾隔天 所以你盡量不要這樣沾 那你如果說隔天你要沾的話 變成說兩個都要看 那你這時候你就要比了 因為它是奎醜日 奎醜日 奎醜日 沾甲引日 你這樣再看看 我們那個 柴瑤是害水 你看這樣到底哪一個比較強 柴瑤是害水 然後兄弟喔 是醜土 那醜土它有化出 烏火 來生 然後這個它是 害月奎醜日 好 好 好 那你比看看喔 這個 旺 這個 客 然後這個也在客它 這個也是在客它 好 好 好 那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是光 賊醜醜日的話 這一天 一定是 一定是這個 兄弟姚比較旺 好 因為兄弟姚它 這個 對日 旺向又化了一頭生 好 但是 柴瑤的話 它只有一個月旺 那兩個來客 好 所以一定是兄弟喔 比較 比較旺 好 但是它是沾這個營日 沾營日的話 那變成怎麼樣 好 沾營日的話 就變成說 這個營 它會去來 克這個 克這個 克這個土 好 而且同時 你這個醜 它對它就不忘了喔 因為你現在跑過營日 營日 它會去克這個土 好 那營日的話 它會去 和這個 和這個 害水 好 而且這個 醜日 克它這個力量 就不見了 然後害對它 忘還是在 好 所以整個情況 就改觀了喔 而且營日的話 它也會去沖那個 它這邊不是有一個毛嗎 喔 毛化出生巾 吼 營日它會把這個 生巾沖掉 它就不會來克它 有沒有 而且營它又讓這個 毛又旺起來 旺起來之後 它這個 就又來克這個 醜土 所以你看 醜土就變成很弱很弱 那 這個害是還好 不是說很旺 但是它至少 比這個醜土還旺 所以 漲不多嘛 也是漲0.2 所以你 這樣子都很麻煩 你要看醜日 要看營日 而且通常 都是 我講過嘛 以營日這邊 佔大部分的結果 如果說你有兩個日期 你今天要沾哪一天的 日子怎麼樣那個 通常是以那一天的日子為主 那這一天只是參考 也是要看 所以這樣就變得很麻煩 那種比例很難抓 所以你就是沾當天就好 有時候你會講說 如果說 比如說沾選舉 沾選舉 有時候你要等到當天再沾 就沒有意義了 你想事先知道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你比如說 你就找跟他五行相同的日子來沾就好了 比如說明年的那個選舉 比如說大選好了 我現在還不知道說明年什麼時候選 假設說明年3月20號選 假設啦 我不知道什麼日 比如說 比如說 是霧生日好了 假設啦 假設是霧生日 那我就可以什麼時候沾 我就可以選跟他五行相同的啊 我可以選生日 或者有日 來沾啊 那你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 五行相同省掉說 看兩個日程的那個困擾 你可以這樣子啊 那如果說你要沾股票漲跌 你如果說不要當日沾 那你就是提前啊 提前沾啊 用這個同五行的來沾啊 至少你不要五行這樣相 兩個不一樣 很容易相克的那一種來沾 這樣子都不會準 不是不會準 就比較難看 你可以選用五行相同的來沾 這樣子你就可以少掉一個五行嘛 少掉看一個日程的五行 這個是一個技巧 好 要不然你有時候真的很難判斷 像這個例子就是這樣子啦 好那我們再來看 第十九頁 第二問 何以為之回頭克 克者有疾胸乎 他說什麼叫回頭克 克者 克者有疾 有胸 答曰 木窯動耳 土窯動耳變木 木窯動耳變金 金窯動耳變火 我窯動耳變水 水窯變得動土 四位窯之回頭克飲 這叫窯化回頭克 應該是這樣 再來前對掛之禮 就是前掛變禮 或者對掛變禮 這叫掛的回頭克 但是這個整個掛都變才有算 比如說你前掛怎麼變禮掛 前掛要這樣子才會變禮掛 你這樣變過來就變成這樣子嘛 上下都是前 要上下掛都一樣才算 你只有上掛或下掛這樣不算 這樣才算 這樣火克金嘛 這叫掛變回頭克 那你如果這樣子 這樣不算 你如果這樣子 這個沒有動 這樣不算 這樣只有上掛 上掛前變禮 這樣不叫掛變回頭克 因為它的下掛還是淺 它的下掛還是淺 像這種不算 這個要注意 你要整個上下掛都變 那個才算 離之砍 離掛變砍掛的 砍之更坤 或者更坤之正訊 或者正訊之前對 像這種就是掛之回頭克也 再來還禦 回頭克者 徹底克盡 你看這徹底克盡 這很嚴重 原用二神 遇之則凶 既仇二神 遇之還擊也 這是你的原神 用神 遇到回頭克的 那就一定凶嘛 那既神 仇神遇到 那還擊嘛 因為既神 仇神遇到 他們兩個的力量被克掉 那對用神而言當然是好啊 好 那我來解釋一下 你看註解這邊 第一個 回頭克 乃自己畫出之克 是離自己最近的傷害 所以破壞及傷害的力量最嚴重 你可以看嘛 這很明顯 什麼叫回頭克 什麼叫回頭克 就是說你比如說 聖經 聖經 聖經化出無火 就叫回頭克 那你看他的 有什麼含義 因為他這個就在你旁邊而已嘛 所以這個克的力量是不是 最近 你現在的像動搖 對不對 動搖他有的搞不好 離你很多搖味啊 日月他就離你很遠啊 所以這個回頭克的力量是 最近 所以最強 好 再來第二點 那個我們講過 掛之回頭克 必須是上下掛一起便才算 好 例如前為天便利為火 如果只有上掛或下掛便則不算 第三個 沾到用繩回頭克之掛 如果是久遠之事 一律為凶掛 如果是近日之事 則尚有解 其解法歸納如下 我們先看說 為什麼久遠之事 一定是凶 我們舉這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你看 我是 生月 有月好了 用有月 有月 生日 如果我這樣子 結果我張道 無火回頭克 你這樣子 是不是很旺 對月旺向 對日旺向 這等於說是兩聲 兩聲一刻啊 照理講這樣子是好啊 對不對 兩聲一刻嘛 沒有錯 這沾近視的話是好 但沾遠視的話就不行 為什麼沾遠視就不行 因為 因為你看啊 你有月 再來是什麼 虛 暗 直 醜 淫 莫 成 是 這個意思是比較久啦 但是還是會發生啊 你看 你有月再來生月 所以生月還是一樣可以生這個生金 還可以 到 亥 亥已經 克這個還可以 直 來沖這個都還可以 到 醜 可以來生它 都還可以 尹的話 你看尹的話就變成沖它了喔 而且尹的話 來生這個無火喔 你看 尹它會沖這個 會沖這個生金喔 而且它會生住這個無火來克它喔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贏的時候就危險了 那 因為它是只有沖 沒有克力量 所以有時候還不會應驗 那 矛的話 它只有生這個無火 它沒有來克它 也不會應驗 那 成的話 來生它 所以還不會怎麼樣 那你如果到四勒 到四的話呢 四的話 就來克它了啊 你看 而且四又讓無火加強 來克它 尤其到五的時候 你看 如果到五呢 更強 五來克它 五又讓它加強 所以一般到四月之後 就危險了 你到四月之後 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月也沒有生它了 因為已經到四月了 變成四月來克它 然後變了無火又來克它 然後這無火又因為四月而加強 變強 所以只有日來生 日來對它旺而已 所以就變成是兩克一生 從本來是兩生一克 變成兩克一生 所以當然就不好 但是你如果沾近世 所謂近世 當月可以解決事情 在有月就可以解決了 那就沒關係啊 因為你有月的時候 就兩生一克 所以沒有關係啊 這是這樣看的喔 那如果是近日之事 則上有解嘛 其解瓦歸納如下 怎樣解 也不是說你沾到回頭克就一定不好啦 如果近世的話可以解 就是用神對月妄向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 生 畫出無火回頭克 用神它對月 對月妄向 對月妄向就是什麼 就是你是 成 成 虛 醜 味 生 有 這六個月 這六個月沾著嘛 對月妄向 然後又有動搖或日成 來生 動搖 比如動搖 動出什麼 動出一樣 成 虛 醜 味 或者是日成 這是月 然後日 日的話 也是 成 虛 醜不行啦 味 然後生 有 不一定說日成要來生 日成妄向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個生是指說 就是跟它同五行 或者是妄向 或者是那個生的都可以 就像這種情況 這兩個是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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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月妄向 然後又有動搖 或者日成來生 那你也可以說 對日妄向 然後又有月或動搖來生 反正就是說 月 日 動搖 至少 這三個 至少 兩個 至少有兩個 對這個妖之 是妄向的或生的這種情況 這是第一種解法 為什麼你可以看啊 因為 你如果成月沾的就來生它 然後成日沾的來生它 那是兩生一克嘛 沾近似的話 兩生一克那是好啊 那如果三個都來生 那當然是又更好啊 第二個是用神對月或對日 望向 然後又有月或日來克便搖 那像這種的話 這個是 那是 又沒有半頭 這個的話是 我看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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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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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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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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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9 9 9 然後月跟日至少有一組來刻它 刻便搖 這兩個要同時符合 一定要有一個生它一個刻它這樣才可以 要同時符合 至於說誰來生誰來刻那個不管 但是你動搖不能夠去刻便搖 你便搖一定是月跟日來刻 那動搖的話 不管說你這個月日動搖來生都可以 是這樣子 這個我們講得很清楚 這個結法我們講得很清楚 這個一般書上不會講這個 好那我們趕快看一下這個第20頁的例子 卯月魁害日 詹家宅人口平安國 斷約 第一個 生今子孫此事 化無火回頭之客 乃至生即子孫皆受客也 為什麼 因為它四搖是至生嘛 然後此養搖 所以連子孫都受客 因為它生今化無火回頭客 再來 紫水才咬化虛土回頭客 第六有一個紫水 又化出虛土回頭客 才為妻妾母脯 一家受客之客 一家都受客 然後第二個 後至五月火望客室 駐土客財 財風月破 一家漱口被迴入聚死 它在等到五月才應驗 為什麼等到五月才應驗 你先看我註解那邊 第一個 此掛好四搖修求 被無火回頭客 不管盡事遠事俱修 有沒有 四搖修求 對月對日修求 這個無解嘛 這沾盡事也是無解 第二個 你看七才搖止水 日程乃拱湖 還算是妄向 所以善不會馬上應兇 尤其你看那個便搖虛途 它又被 被什麼 被那個月來客啊 所以這個就符合說 你看沾盡事的時候有沒有 沾盡事的時候有救啊 為什麼有救 因為它是害 它是日來拱湖 我們寫一下 這個很重要 你要揮 這個 止水化出虛途 有沒有 回頭客 這個我們現在講那個地略 採養那裡 為什麼 它這個不會馬上花胸 就是因為它這個動條 騎起來這邊 它畫出虛途回頭客 那結果它是卯月 這個月來客它 而且它是駭日 駭日來望它 所以沾盡事的話 還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就有符合 有符合我們那個條件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看一百 十九月那個 十九月那個 有沒有 這就符合說 用神對月 或者日 日望向 然後又有月 或者日 月 來客併了 有沒有 所以 這個 將盡事的時候 還不會怎麼樣 所以它等到什麼時候 五月 你看 毛月 四月嘛 成月 四月 五月 等到五月才花胸 好 那為什麼成月四月不會 你看成月客它啊 四月 它還是修求 為什麼都不會是到五月 這關係當一個四瑤 因為四瑤是生金 生金的話 四瑤是生金嘛 成月的話 是來生生金 有沒有 四月的話是和 和生金所以都還不會有事 等到五月的時候 就 克生金了 而且五月剛好 就是 沖這個 止水 而且也生住它 而且本來 本來這個是被 月來客的 結果現在五月也來生它的 變成它就 不受客了 所以它就有力量來客它的 所以 等到五月嘛 有沒有 後至五月 火望客室嘛 火望客室嘛 住土客財 住土客財 就是住那個虛土 第六那個虛土 變成虛土 來客止水的財 然後財又紅月破 有沒有 七財養那個止水又紅五月 衝嘛 這月破嘛 所以一家漱口被迴入巨石 那再來 補充一下 這一財的話 又是六充財 也是不好 你可以看它變財的話 又是變成六充財 然後 成月就是因為它生 四搖 所以它不會有事 四月的話是和 四搖 所以它不會有事 所以只等到五月才出事 所以這個例子 是要做這樣來解釋的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了 這節課講到這邊 下一節課的話 我們就從這個二十一頁 這邊來講 所以這節課的重點 你要知道說那個 第一問 第一問那個貪生萬克 那個道理 貪生萬克 什麼時候會出事 還有貪生萬克 跟月日那個算不算 那個要注意 再來 第二個重點是回頭課 回頭課 沾遠視一定不好 沾近視的話 怎樣才會解 這個是一般的書上 一般老師都不會講的 這個你們要記好 好 那我們這一堂課就講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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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